很快來到最後一天的行程 今天主要會在劉森市內觀光 一帶青祖民宿的主人Maria 已經為我們準備好豐富的早餐 同台還有兩位瑞士的房客 他們不約而同都推介我們 可以由民宿步行至市中心 大家準備好了嗎? 出發啦 大家有沒有看到草原上有稻草人 原路除了綠油油的草地 我們還會經過一些湖泊 可以片石頭 餵鴨仔和天鵝 同場家影有狗仔的表現 原路的風景真是令人目不下級 大家細心欣賞 我們終於來到劉森地標 舊城火車站卡貝爾橋 這裏是劉森最著名的景點 它建於十四世紀 是歐洲最古老的人行的木橋 由火車站步行前往大約五分鐘 不過在1993年的一場大火 燒毀了整座橋樑和橋上大部分的畫作 目前的橋是按原貌重建的模樣 之後我們就去參觀耶穌會教堂 教堂的天花板 是金碧輝煌的彩繪圖畫 大理石柱上的勸禮奪目的裝飾 和道金的橫樑 讓人讚嘆不易 是金碧輝煌的地圈 參觀完耶穌會教堂 我們就去斯普洛耶橋 在十七世紀 有一位畫家 在橋上畫了六十七幅 死亡之舞系列的畫 為了紀念當時的一場黑死病 走这条桥都发现一些很特别的东西 是什么? 来看看这个年轻人的反应 你猜一下 因为沿路实在太多蚊子了 所以当走到这个位置 都真的要跑一跑 今天天气晴朗 应该是炎热才对 来看看它 来到刘芯 见到这么多古色古香的柳街 当然要拍照留念 随后我们再去圣莱奥德加尔教堂 是一座天主教的教堂 在中间那条路 看上去 你会见到整个霜嵌在二楼的管风琴 按照教堂的构造 可以制造出非常好的音响效果 之后我们再参观垂死的狮子像 这个纪念碑是为了纪念法国大革命时期 在巴黎保卫法国的国王和皇妃 传素牺牲的瑞士用兵 从山壁中雕刻而成的石狮子 真是唯肖唯妙 著名的小说家 马克套温 曾经形容 这座狮子 是世界上最感人肺腑的纪念碑 之后我们参观木塞格城墙 站在墙顶 可以软跳壮丽的路城风光 走大半天 我们去了一间 Valentino意大利餐厅 吃了一顿丰富的晚餐 吃完饭 我们再走回去卡贝尔桥 欣赏一下美丽的黄昏 流心的黄昏 给我感觉 是一个古典优雅的浪漫城市 七日瑞士之旅已经完结 第二天 我们一大清早吃过早餐 再和Maria拍个合照之后 就出机场 如果喜欢的话 都给个like我 还有记得订阅我频道 多谢收看 拜拜